问问自己,这一辈子,我们这么努力地活着,究竟图什么呢?我们如此卖力地干住,为了啥呢?为了房子?为了票子?为了车子?人啊,假如没有了健康,再多的房子,票子,车子都是浮云,没有了健康,再多的山珍海味,吃不了。 没有了健康,在美的远方也达不到。没有了健康,人生将黯然失色,我们真正可以拥有的是健康,如果失去了健康,就什么都没有了。 人这辈子,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,只要健康平安地活着,就是财富,快快乐乐地过好每一天,就是幸福。 幸福不是过给别人看,是自己感觉幸福了。 人活一辈子,活得累,是因为能左右你心态的东西太多。 面对人生,我们不能改变现实,但可以改变心态,面对生活,我们不能改变环境,但可以改变自己。 我们的一生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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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可能事事顺利,但可以事事尽心,生活再难,也别忘记坚强,人生再苦,也别忘记微笑,事业再忙,也要善待自己,年龄再老,也要有好心态。 一个人拥有一颗好心态,好运自然来。 心态好的人,人缘好,因为他们懂得包容别人,心态好的人,事业顺利,因为他们不拘泥于小节,心态好的人,生活愉快,因为他们懂得看开一点才活得轻松。 心态不同,人生的境遇便会天差地别,只有修炼一颗淡泊宁静的心,人生才会封清月明。 不管生活多么糟糕,只要心态好,睁开眼也是美好的一天,只要心态对了,生活就不会那么泪。 心态好,一切都会好,心态,就是心大一点,好心态,才有好运气,好心态,才有好福气。 是你的,总是会来,不是你的,求也不来,心态好了,疯子来。 心态好,人缘好,因为懂得宽容,心态好,做事顺利,因为不拘小节,心态好,生活愉快,因为懂得放下。 别让脾气和本事一样大,越有本事的人越莫脾气,心态好的人,处处圆容,处处圆满。 好的心态,能激发人生最大的潜能,是你最大的财富,控制好心情,生活才会处处祥和。 好的心态塑造好心情,好心情塑造最出色的你。 看待世事沧桑,那心安然无恙,人生,说到底活的就是心态,人活得累,是因为能左右你心态的东西太多。 天气的变化,人情的冷暖,不同的风景都会影响你的心态,而它们都是你无法左右的。 世上没有过不去的坎,只有心坎太高,没有看不透的事情,只有心事重重。 在生活中,不要显摆你的财富。 就算你有金山银山你也买不来太阳不下山。 就算你腰缠万贯你也换不来一倍身体康健。 再多的钱到头来,也是废纸一张。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。 不要显摆你的成就。 山外青山,楼外楼,比你有能耐的在后头。 如果说人生是一棵树,健康就是这棵树的根。 根深才会夜冒。 没有健康的身体,荣华富贵皆烟云。 所以,人生的成败得失,只在一念之间,心态不同。 人生的境遇便会天差地别。 只有修炼一颗淡泊宁静的心,人生才会封清月明。 人生是一棵树,健康是树根,利益是树枝树叶。 根腐烂了,哪有枝繁叶茂? 看待世事沧桑,那心安然无恙。 人生,说到底活的就是心态。 做平常事,做平凡人,保持健康的心态,保持平衡的心理。 如果我们能以这种最美好的心情来对待每一天,那每一天都会充满阳光,洋溢住希望。 人生就是四季轮回,当你经历了春夏的红红火火,往后就是秋天了,要落叶归根了,人生就像一座山峰。 你灯顶了,一览众山小的景色固然美丽,但往前走,都是下坡路。 人生在世,就是你还健康地活着。 人活一世,风风雨雨几十年,要做到和要得到的事情那么多,都需要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。 所以说,一辈子,别计较太多,别背着负担,千万别压健康工作。 你熬夜,你天天加班,你累死累活,但身体垮了,你的拼命,后来变成了惜命,不划算。 人生健康的秘籍是,生死有命,富贵在天的心情看世界,地位高低,懂得感恩,受人尊重就好,钱多钱少,够用就好,别指望大富大贵。 凡事适可而止,从现在开始,懂得修养生息,宁愿把钱花再养生,也别丢进医院,饿了吃饭,困了睡觉,累了休息,渴了喝水。 得失与成败都是常识,从容。 千万不要在本该奋斗的年纪选择安逸,这是人生最大的遗憾,从25-35岁这十年,几乎每个人都会遇到一场高考之后最大的一个人生转折点。 这个坎能否迈过去,基本奠定了未来职场的格局是成事败。 二十岁的贪玩,造就了三十岁的无奈,三十岁的无奈,导致了四十岁的无畏,四十岁的无畏,奠定了五十岁的失败,五十岁的失败,酿造了一辈子的碌碌无畏。 请不要在该奋斗的年纪选择了安逸,否则,当父母需要你时,除了泪水,你一无所有,其实谁都想舒舒服服地睡几个大觉,谁都想出去玩,谁都想谈恋爱,谁都看电影。 但是这样的舒适的时光不是现在这个年纪需要去享受的,我们要在改奋斗的年纪选择奋斗,别在该努力奋斗的年纪里舒适安逸地活着。 该奋斗的年龄,不要选择了安逸,多少人在异地工作,忍受住孤独寂寞,下雨默人送散,开心默人可以分享,难过默人可以倾诉。 人生就是这样,耐得住寂寞才能守得住繁华。 奋斗的人生最精彩,人生每一天都是直播,人生不可能重来,更没有后悔药可吃,错过了就错过了,谁也不能让人生重新来过。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明白这样一个道理,年轻时不吃苦,老来必受苦。 吃的苦中苦,方为人上人,该奋斗的年龄,不要选择了安逸,很多东西就掌握在自己手中,比如快乐,你不快乐。 谁会同情你的悲伤,比如坚强,你不坚强,谁会怜悯你的懦弱,比如努力,你不努力,谁会陪你原地停留,只有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。 妙法莲花经中曾说,众生被困恶,无量苦逼深,观音妙智力,能救世艰苦。 若你身陷苦难,只要诚心默念观世音菩萨名号,菩萨就会,以大慈大悲之心和无边的法力,助众生超脱极苦。 许多人家中都有供奉神佛,但是各位知道供奉观世音菩萨要注意,哪些事项吗? 下面说到的基建事是千万不要做的。 1. 供奉观音仪坐西向东 观世音菩萨的道场在东海的普陀山,供奉观音时应坐西向东,才能与道场呼应,增加灵气福业。 2. 供奉观音不宜直对房门 观音神像不可以对住房间门口,以免与门相冲。 3. 供奉观音不宜背靠厕所 厕所是藏屋那够之地,供奉观音不宜背靠或对着厕所。 4. 供奉观音不宜向着饭桌 除非家中长期吃素,否则最好不要将观音,面向餐桌。 5. 供奉观音禁忌酒肉 观音菩萨是大慈大悲的菩萨,供奉观音时千万不要。 供酒肉荤食,最佳供品是香蕉和鲜花。 家中若有供奉观音者,千万要牢记这些注意事项啊。 拜拜 搞到